剑好不求难 这指什么呢 守道之人 你今天学到了 学无上的佛道 你有没有学到 有 学习了你有没有守道 那就是差很多 在这样的五着恶事 要守道 要能够见好不求 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好的人 你看这个对象 这个人是我喜欢的那一行 家教又好 对人就是要真诚 要让他钱都没贴 不是为了钱 仅仅是要照顾人 觉得 穿上那些年 觉得这关心迫过了 他就会想要舍戒 退转 见到好的人 好的东西 那东西最多是钱财 那你看这电视媒体 一个女孩子 生了小孩 可以为了某种目的 说这小孩爸爸是谁 第二天又改口 不是了 他爸爸其实是谁 第三天又改回来 变来变去 这个人头脑在想什么 我是不知道 而且人可以变到这样 他怎么会有好下场呢 对不对 他怎么不想想自己的未来 会怎么样 这对小孩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影响多少的社会观感 很多的女孩子也想 可以这么搞的 是不是有样学样 天下大乱 完全经不起诱惑 这个女孩子 他会讲这样的话 在他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 对他的价值观 当解的那一次 就没有再维护起来 所以就一直堕落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好的人 好的东西 好的事情 你想去求 你要想到 这是不是非分的 这是不是不该谈求 不该执着 要求要求要正求 要看自己的德能 动机 是否清静 是否正确 会不会自误误人 不是看到好 我都要 非分之降 你就是见好几球 贪心 你不能守到 你今天学到佛法的圣道 就是要常观照自己的三门清静 远离世俗的五欲六成 大风吹不动 你要守自己的圣道 你不要看到好的人 好的东西 好的事情 就动心 就妄想 那这样人就糟透了 所以 就是学佛修行 见好不求 真的不容易 要有志气 守住自己的道业 未来的社会形态 世界形态 会变怎样 很难说 现在确实人 学佛修行 很多人他都没听过佛法 甚至不相信 直接就拒绝了 以后会变怎么样 很难说 可是你已经受持佛法的圣道了 理解了终其一生 依教奉行 不要因为时空环境 周围的人都改变 你就跟着改变 这样你终于一事无成 相当的遗憾 再来被辱不称难 人被羞辱了 不生气 这是很难的事情 其实被羞辱 就羞辱我们的圆境 现前 你第一个要能够调伏自己 当你没有这个耐受力 调伏自己 也就是你受不了 这样的一个圆境 产生的作用力 你才会想把它作用回去给别人 对不对 你看今天这个爸爸上班 被主管骂了 要减心 回家找小孩发脾气 打小孩 为什么 主管给他一个作用力 你表现不好 要减心 他不敢对主管发脾气 对不对 可是他受不了 他就包掉了 回去看着孩子 作用给孩子 考第几名 第二名 混蛋 第二名也打了 为什么 就是没有办法调伏自己 看受的能力太小 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受辱的圆境 你能够先包含起来 镇定 不要发作 然后用理智来观察 想说现在最好应该要做什么状态 做什么状态的事情 不要被情绪左右 你渐渐渐渐渐就能吞下这口气 就来做一个 遇到远近的 处便不经的人 安忍不动的人 久了你会度量越来越大 虚怀若骨 从来都不忍 从来你看我们很喜欢讲 我的个性就这种 如果说八项我没关系 如果说到这项我就要把他输赢了 你干嘛给自己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戒律原则呢 这个是要舍弃的 这些观念不要再讲了 我个性就像个性要做什么 个性是有好 不个性 个性是假的 是你塑造的 所以你如果不修 不控制自己 你会青年的时候也是这样 忍不住 被辱不称难 中年你也忍不住 老年你也是称慧 称到最后你觉得恶道 这是得不偿失